HELLO 大家好,我是Hailey 今天又來一條算是真人實測的影片 這幾年都很流行一種療程叫做焗蛋白節目 之前都要出去做的 但是最近我想差不多大半年 都有一些是自己在家中DIY的焗蛋白療程 之前有一間IG SHOP他寄了一套給我 我在IG STORY post後很多人叫我試用拍片給他們看 所以我今天就用了它來試做焗蛋白 看看自己在家製作能否做到效果 細小一盒已經包含要用的東西 這裡有些化妝棉、棉花棒、一支籤 它有分1號藥水和2號藥水 有一支透明是膠水 然後有兩個固定睫毛的帽子 還有這些睫毛梳 然後有一個說明書 但是整個說明書都是日文來的 是沒有中文的 其實我現在已經弄好了 但是還沒塗蜘蛛 一會兒就會zoom近給大家看一下 剛剛弄完這個樣子 還有立刻塗蜘蛛給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做到那種太陽花的效果 因為中間的過程實在太噁心了 它好像做手術一樣 我一邊沾著眼睛在那邊 我就不斷在拍片 我就用電話拍片段 我就一直講解 然後放在旁邊 跟大家說一下怎樣用這支 好嗎? 第一個步步就是用膠水 將這個睫毛毛後面塗滿 前前後後要多塗一點 黏力是還好的 有點像那些雙眼皮膠水 或者是那些睫毛的膠水 等它半乾的時候貼在眼睛上 這就是剛才要另外拍的原因 這樣做已經很噁心了 還未化妝 好像整隻鬼一樣 當你黏好了之後 就將膠水塗在上面的面上 我會建議塗多一點 因為我剛才做的時候 膠水好像不夠 睫毛不是黏得很緊 然後不停掉下來 怎樣將睫毛固定在毛上 就是要用這些細的才會送上 一直這樣梳 壓上去 慢慢壓 睫毛固定在毛上 之後就用1號藥水 它是有一點淺藍色的 像那些西藥藥膏一樣 但它的味道真的很濃烈 它是那些電髮藥水的味道 我極度懷疑它是電髮藥水 用棉花棒一邊塗上去 就計時 第一次建議是三分半鐘 然後就抹掉它 用化妝棉抹掉它之後 就可以用第二個藥水了 我第一個藥水用完 覺得真的很臭之後 我第二次開這個 我就很小心 但這瓶的藥水是香的 有點像護髮素的味道 一樣都是這樣塗上去 然後又是等三分半鐘 再等了三分半鐘之後 就可以用化妝棉抹掉藥水 然後就撕掉毛去 其實不難撕的 我撕的時候是發現 沒有想像中的 可能扯或者痛的 完全沒有的 好像那些雙眼皮膠水 很容易就撕掉了 然後就用一個濕了的化妝棉 清潔所有的眼睫毛 眼皮 就完成了 整個過程 其實大約是四五個字 就已經完成了 現在就要給大家看看 成果是怎樣的 我們SUN近了 大家看到我的上眼睫毛 其實已經撕起了 它不是那些很漂亮的弧度 它算是有一點點L型動的 但是它也算是自然的 不是那些很突然突然起了角 這樣也沒有的 但是呢 就不會看到那些 好像直眼睫毛 或者那些筋筋分明的效果就沒有 因為其實是沒有任何染色的 它純粹是將它變成效氣的 那我現在就立刻塗Mascara 看看是不是做到那種太陽花的效果 因為我本身的睫毛 都是短小精幹型 所以做不到那種直睫毛 好像很厲害的效果 是天生是真的做不到的 所以我就塗Mascara 你看超容易塗 一塗就很長 你們平時看我的妝片就知道 我的眼睫毛是那些小小的 經常都是下塔的類型 這個是完全不用夾 不用用電睫毛器 就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我兩邊都塗Mascara 大家可以看到效果真的做到那種太陽花 然後不覺得我原本的睫毛是這麼短小精幹的 效果非常之好 近鏡塗完Mascara 就會看到我今次做得不太漂亮 就是很多這些蛙鬼 我應該是塗膠水 始終還是不夠 要再黏得實一點和直一點才可以做得好 但是在一個社交距離 其實你就不會看到那些彎 然後那些這樣翹來翹去的那些 就不覺得的 對啦 純粹是自己很近距離去看的時候 才會看到的 好了 現在就跟大家說一下一個用後感 其實這一套真的是超容易用 而且很容易上手 因為我也是在他們的Instagram看下 那些步驟怎樣去做 就已經第一次就成功了 它不會有什麼很繁複的東西 所有東西都是很鮮明很簡單 而且是完全不花時間 因為我之前出去做的時候 地點比較遠 所以我來回交通已經過幾小時了 然後你又要在那裡閉上眼睛 搞那樣搞那樣整個小時之後 其實就浪費了很多時間 所以其實如果可以在家裡做到 我覺得是超方便的這件事 其次我覺得自己在家做 跟在外面做 是有差不多八成相似的 可能差了一點點 就是一些頭頭尾尾 自己黏得不太好 或者我自己經驗未到 都是第一次做 就已經可以做到八成 我覺得真的超厲害 然後以我今次的經驗 這套東西雖然你放到的東西 全部都可能細細枝 或者細細硬的 但是我肯定這裡可以做到二十次以上 因為它真的用很少的份量 就已經做完整個療程出來 純粹你要清洗或者保持棒棒 然後其他的化妝棉、棉花棒 外面自己都一定會有的 不怕那些補不到的東西 說完優點 我們就說說一點點的缺點 第一樣的缺點 我就覺得他們的說明書 如果不是只有日文 又是中文就好了 雖然上他的Instagram 他有一個highlight 你按下去就可以看到 step by step 很簡單地做的 但是呢 剛剛打開出來的時候 我看到只有日文 我也有一點點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呢 沒有中文版的 但是呢 我覺得在Instagram也可以的 不過如果可以有中文說明書 就更加好 然後就是關於這個藥水 它真的是很濃烈的電髮水味 所以如果你的眼皮比較敏感 紅腫 或者你本身有濕疹的話 我都建議你考慮清楚才好去試 最後關於持久度方面 因為我這次是第一次做 我不可以完全告訴大家 這個DIY可以維持多久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你可以看完這條影片的時候 就應該過了一兩個星期 你就可以在InstagramDM我問我 還能保持到嗎 有沒有照片給我看 或者有什麼影片可以給我看 我到時再拍一些小片段 放在Instagram 這個就是我今天的 DIY角蛋髮折毛Treatment的 嘗試和分享 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 我每個禮拜都HUBLOOK 兩條新片 否則是六間三點 日間到12點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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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